他打水、挑水 幫他去挑財、剪財、生火 然後呢 煮飯 那另外呢 如果這個仙人累了 要做的時候呢 還是嘛 用身體 當椅子給他做 然後呢 不但如此 而且是真心的喔 身心無倦 不覺得累 為什麼 因為充滿法喜 佛法是這麼難得 法華經是這麼難得 無量劫來呢 好不容易才遇到 做這一點事情算什麼 那這就可以對應到 我們後面那句話 什麼 什麼 我不愛生命 是不是 但喜不善道 有沒有 前後相呼應 好 然後呢 於此奉事 經於千歲 那時候的人 壽命很長 這不稀奇 經典裡面說 如果你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那一邊的佛 壽命多長 沒有辦法用數字表達 所以叫無量壽 佛壽無量 然後到了那裡 眾生的壽命也無量 所以千歲 不稀奇 畏於法庫 經請 給世 令無所法 就是 他要什麼 就做什麼 那這個禮呢 就是 這一段的大義呢 就是在解釋 世尊 他難行能行 難忍能忍 還有求法之心呢 非常地深重 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相對之下 這個太便宜我們 對不對 坐在這裡吹冷氣 聽法華經 是不是 那 然後呢 如果早上睡得太晚 不來也沒關係嘛 是不是 先睡法微 所以 這個 我不愛法華經 但常睡眠 因為睡眠不好 聽說影響健康 是不是 好 好 那我們看最後 176頁 最後倒數第二行 師父的解釋 佛為提伯達多授跡之前 先敘述他跟提伯達多之間 在往昔無量節中的一段 師徒姻緣 那內容呢 我剛剛就解釋過了 那 接著呢 我們看一下 178頁 經文的地方 佛告諸比丘 耳時 王者 者我身世 十先人者 經提伯達多世 講到這個故事講完 佛就告訴他們 當時這位國王呢 就是我 當時那位先人呢 就是提伯達多 由提伯達多 善知世故 令我具足六波羅蜜 這是大聖法嘛 寶華經當然是一部大聖經典 然後還有 慈悲喜捨 有沒有 這叫什麼 四無量心 以這四種 無量廣大的心 去度 無量的眾生 將來得 無量的功德 所以叫什麼 四無量心 心量是無量的廣大 對不對 然後呢 度無量眾生 將來呢 成就的功德也是無量 所以叫四無量心 慈悲喜捨 然後呢 三十二項 八十種好 還有紫膜金色 嗯 金 已經 就是 嗯 被認為是最 最 最 尊貴的顏色 然後呢 金又分幾種金 這是在捏盤論裡面說 有福壇 這個福壇金 四種 一青二黃 三四 四紫膜 所以呢 紫膜 是金 中的精華 好 那 呃 實力 四無謂 四色法 實力跟四無謂 這是成果之後才有的 呃 呃 然後 四色法 是行菩薩道 就要有的 這是什麼 四色法是什麼 不思 愛與 同事 理他 啊 啊 或者叫 立情 然後呢 還有十八不共法 不共就是說 只有佛才有 才有不共 啊 然後呢 神通道立 成本正絕 啊 廣度眾生 啊 啊 這個 這裡呢 就是 提到 主要是提到 提伯達多是他的善知識 啊 善知識 有很多 呃 解釋 啊 例如說 呃 在華元經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有沒有 他就有提到 這 這五十三位呢 都是他的善知識 啊 那在 這個 法華經這邊呢 呃 提伯達多 他因為 把 大聖佛法 把法華經 告訴了 釋迦牟尼佛 並幫助釋迦牟尼佛 發大聖心 所以呢 叫善知識 另外善知識呢 還可以解釋什麼 你善知我心 我善知你心 叫善知識 啊 啊 這個 一位說法者 如果能夠善知眾生的心 才能怎麼樣 叫 橫順眾生嘛 叫 關機鬥教 各位知道嗎 啊 呃 呃 比如說我第一次跟師父打殘器的時候 就有這種感覺 當時跟師父打殘器的時候 啊 啊 是迷迷糊糊的 連打坐也沒有學 啊 啊 啊 就去打殘器 因為那時候剛學佛嘛 這個 學佛一年佛還在眼前 所以不會打坐就跑進去 報名了 竟然被錄取 錄取了之後才後悔 啊 啊 因為發現被錄取的都是當時我們常作為的幹部 啊 那只有我沒有打坐經驗 所以今天很痛苦 啊 但是呢 有一個很大的發現 就是師父知道我的心 啊 啊 那時候師父 啊 身體健康 啊 還可以 啊 力氣還夠 所以一天開室大概有三次到四次 啊 啊 啊 想起來福報是很大 啊 啊 早晨起床 師父就先開室 然後早災用完師父再開室 就有幾次 兩次對不對 然後呢 啊 中午用完災師父可以再開室一次 就三次 晚上 這個 晚上要死完了第一支箱 師父再開室一次 就這樣子 一天有四次 啊 這太難得 啊 啊 這個 現在呢 就聽路易帶 啊 看DVD就很難得 是不是 啊 啊 那當時呢 其實是面乎乎的 嗯 打坐 啊 其實 方法不會用 啊 啊 這個 做得很痛苦 但是呢 聽開室的時候呢 就很享受 為什麼呢 就是 奇怪 我剛剛想的面頭怎麼似乎現在就講出來 這一輩子床沒遇過有人對我這麼了解的 啊 例如說 嗯 啊 坐到第三天 很痛苦 腳痛了三天 那 心裡一直告訴自己 嗯 說 腳這麼痛啊 這個法門不適合我 啊 啊 我發誓啊 打完殘疾之後一定要換一個法門 換一個不用盤腿的法門 啊 啊 那時候是想說換念佛 念佛用嘴巴就好了 啊 心裡一直在低估啊 啊 我發誓這個 這次殘疾打完 絕對說拜拜 啊 一定會換法門的 換念佛的就好 動嘴巴就好了 啊 啊 結果那天晚上啊 師父開始就點我的名字 啊 啊 子民道姓 啊 啊 那時候在慚愧的 真的想 地下有動就想專家姓 啊 他就當眾子民說 某某人今天打坐的時候 退了道姓 啊 啊 他說呢 他打坐的時候腳痛啊 心裡就要想啊 腳這麼痛還修什麼行 啊 啊 一字不漏就把你唸出來 啊 對嘛 善知識對不對 你善知我心 我善知你心 啊 啊 那才有意思耶 當心得分享的時候呢 奇怪 每個人都說師父知道他的心 每個人都說他當天起心動念呢 晚上師父就講了 那是不可思議啊 在場一兩百人耶 啊 所以 佛法不可思議 真的是不可思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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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